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兄弟吗 那我可以怎样 其实你可以试一下先说出李兄弟的内容 啊, 几乎晴晰 如说我, 例如有大大的眼睛 好, 我的好兄弟有少少的眼睛 短短的耳朵 长长的脖子 白色的脸 喂, 兄弟, 你是不是问我啊? 定我和你拼一拼 看看先 都不是我的嘴不变的 孝子先生, 为什么都不行的? 都找不到我的好兄弟 喂, 五号灰心 你可以试下加上他家喜好 例如他喜欢做什么? 哦, 他会吃书意 喜欢醉 从缘上休息 会跑 又很鲜亮 喂, 你是不是问我啊? 等我和你拼一拼 看看先 孝子先生, 为什么都不行的? 都找不到我的好兄弟 五号灰心 其实长矫落都有很多 班纵不一定要和你一模一样 只要你男同居 有共同的喜好 都可以成为好兄弟 是不是? 又一天 长矫落在森林里散步 咦, 这只长矫落 更似我啊 它有小小的眼睛 短短短的耳朵 长长的脖子 还好喜欢食草 虽然快脸不是白色 哎, 都不差了啊 你好啊 我叫白脸重景露 你好吗? 你, 你好 我叫黄脸重景露 不如我们一起到草原吃草 再一起到书下休息 好啊 我终于找到好兄弟了 各位同学 看完刚才的故事 你们可不可以说出下写尘真记故事时 要注意些什么呢? 嗯, 想到什么呢? 没错啦 就是要写上动物的外形和喜好 当然, 当然, 当然不好忘记 加上一只巨色 例如, 一起, 一起, 一会儿, 一会儿, 一会儿等 令故事变得更有趣啊 各位同学 你们有有没有自己的寻寻的故事 回家预备一下 明天跟同学分享 再见 再见